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机器操作之前 先要打上膨胀螺丝 打上膨胀螺丝在地面 然后固定上轨道 加上电片 5千块钱 然后上上固定螺丝 上上固定螺丝 使轨道不能出去 使轨道不能活动 好 固定上机器 然后行程 这是机器行程 走道 将机器固定在轨道上面 然后将机器升起 装上切割片 好 固定 我看法兰牌 把蓝盆螺丝一定要收紧 这样的话呢 切割片在切割当中不会晃动 也保证安全 最后装上刀壳 装上刀壳 然后 锯片 按照上下进行切割 切割完一刀之后 伸起 伸起 然后向前 向前行程 上前行程 然后再进行 下刀 缓慢 运速的下刀 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机器有效的功率 和一个正常的切割速度 在切割当中 我们必须要注意 水叶 水的话 装在 我们这 上面有一个 水水开关 另外一端 接上自来水管 或者说水泡 都行 那么我们最后试一下我们机器的功率 那么我们最后试一下我们机器的功率 你中间在编辑啊 你能编辑啊 将造格固定在 虚片上面 机器上面 用螺丝 锁紧 锁紧 避免防护造格 晃动 安全的使用 我们这一款 大功率 墙壁切割机 它的 实际功率 是5680瓦 它的那个 锯片转速 是380转 切割效率 25公分的混凝土 一天可以切割30米以上 每小时 可以切到3米以上 现在我们试一下机器的功率 看一下锯片的转速 这一款是我们那个电脑板的切割机 它主要的功能 比手动的多了一个自动行程 然后手动电脑控制 那我现在操作一下 先打开这个电脑 连接头 连接头 然后连接 连接这个 接头的 螺丝 另外一端 接在 控制器的 好 然后 操作电源 操作电源 好 那么我们首先是 呃 看着我们这个啊 我们这个控制器 好 首先 都 都要打在 哦 停止停转的状态 好 关的状态 然后 现在我们操作电 自立栏 开关显示 出电 那么现在我们打开主机 主机开关 主机开关 好 打算我们 自动行程的 开关 好 现在我们操作啊 我们现在把 主机电源 打开 然后我们可以 打开电源开关 那么 那么 这一个 主机电源开关 是控制机器 锯片的 钻石 然后 呃 进到开关 轨道电机方向啊 这个是我们的 控制 形成速度的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机器在轨道上面 就可以 人不用管 那切割的时候 你可以自动让它跑 这个是调节 轨道向的速度 比如说我们从 零 它就不走 啊 五十 啊 七十 九十 一百 空气的形成的时候 我们可以打到一百 但是在正常切割的时候 我们不行 我们可以打到 七十 我们的 呃 电流表 不能超过十五 不能超过十五 超过十五的话 那我们 整个这个 速载过大 它容易烧毁电机 包括小电机 对 好 行车 这是 向前行手 这是向后 退刀 来看一下我们机器 那我们正常切割的时候 我们可以 转到 清理之后 好 关上 总电源 它就全 我们可以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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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